大家好,我是大刘 今天分享一个排骨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南瓜蒸排骨 排骨鲜香软嫩,配上南瓜的清香 好看还好吃 首先准备新鲜的猪小排 剁成小一点的块 这道菜不焯水 所以要先加温水浸泡20分钟 泡出排骨里面的血水 再用手撞干 然后准备一个碗,加多一点的蒜末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加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以及盐和糖 搅匀化开调料,淋在排骨上 再加一勺玉米淀粉 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 让排骨彻底入味 南瓜不要去皮,洗净皮囊 切成比麻将大一点的块 像这样磨成一个圆形 在中间放上腌好的排骨 锅里烧水,上汽后放入蒸锅 盖上盖大火蒸20分钟 时间不要太长,这样会影响排骨的口感 蒸好后开盖撒上葱花 一道好吃的南瓜蒸排骨就做好了 清香铺鼻,排骨软嫩入味 做法简单,好看又好吃 特别适合招待客人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各种家常菜,请关注我 每天都是家里的味道